下午三点,为朱利安·阿桑奇提供政治庇护的千人请愿书被提交给国会 请愿书将于9月18日星期二向众议院报告,并分配给提名的专案委员会 请看本台记者从现场发挥的报道 FreeAscentNZ是一个支持维基解密网站创立者朱利安·阿桑奇的新西兰组织 该组织的宗旨旨旨在倡导新西兰为阿桑奇提供庇护 以表示新西兰是一个可以提供言论自由和人权的国家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新西兰首都惠林顿的国会 为阿桑奇提供政治避难的请愿书将在今天下午三点被提交给国会 自2012年阿桑奇获得厄瓜多尔大使馆政治庇护以来 阿桑奇一直没有搭出过厄瓜多尔大使馆 2010年,维基解密公布了大量美国军方的机密文件 文件由美国士兵布拉德利·曼宁提供 披露了美军在伊拉克以及阿富汗的众多战争罪行 举世震惊 此后,他一直在美国被通缉 由于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将结束 对于维基揭秘创始人阿桑奇的政治庇护 新西兰Freen Assange NZ组织发起了这项请愿 旨在提供政治庇护 本台记者对组织创始人Alex Hills进行了专访 他表示,阿桑奇是一个英雄,我们的社会需要透明度 他做了常人所不敢做的事情 他在伦敦的厄瓜多尔大使馆12年期间无法获得医疗服务 目前正在忍受单独监禁 在法律上这是一种酷刑 他无法接受访问者的访问 并且没有上网和电话的权利 不仅如此,阿桑奇的健康状况严重下降 你觉得阿桑奇的健康状况严重下降 你觉得阿桑奇的健康状况是什么呢? 我认为他是一个英雄 我们需要吹吹吹吹 如果我们将来到这种世界的国家 或者国家 在中央中央战争 有亿人死亡 我们需要透明度 我们需要100%透明度 危机解密发布的有关于战争罪和政府腐败行为的信息 超过11年的法律限制 而不需要一次撤回 他们都是无党派人士 并且会发布经过验证的来源文件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已裁定应赔偿阿桑奇 在非法拘留期间的损失并获释 换句话说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都违反国际法 Free Assange NZ组织得到了许多知名活跃分子 记者和学者的支持 其中包括Cheris Hedges 和Daniel Elsberg 他们表示 没有忘记阿桑奇这位澳大利亚人的困境 并且正在跟随举报人切尔西曼宁的脚本 以时刻提醒人们请愿和新西兰的政治进步 工党议员Grige O'Connor的秘书代表Grige 接受了请愿书 但拒绝了媒体拍照和采访的请求 Grige议员曾表示 虽然他个人不支持阿桑奇在新西兰获得庇护 但他会代表政府接受2000多人的请愿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